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讲中国完蛋了 不行了 但前不久呢 也有另外一些人 就是专门搞现在新能源的电动车光伏的人 那中国是一片光明 就是卷的是大家睡不着觉 所谓卷就是一种经济非常竞争很激烈的一种状态 到底怎么样呢 就看你的立场 你喜欢朝哪个方向看 包括美国一样 我刚讲的美国的政客 讲到中国经济 那就是要崩溃了 拜登直言不讳的时候已经在那个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在那儿了 但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的那些银行家们 比如说摩根斯丹利 瑞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最近从4月份起 都开始上调中国的经济预期了 基本上从4.5左右 上调到4.8 上调到5 这就是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中国经济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新制生产力的一部分 所以高科技呢 它已经到了 百分之四十的GDP 是由高科技创造的 房地产的比例和传统的那些 来料加工的制造业的比例呢 在下降 就高科技这部分在上升 欧洲最近开始要对中国的电动车 那么已经决定要加税 美国已经决定了 这些你反过来看都说明中国的经济的 它的竞争力 你可以说它是有毛病 它有比如说补贴的一面 有那种恶心竞争的一面 但无论怎么说 你说中国经济要崩了 我觉得这完全睁着眼睛说瞎话 一个经济5.2的GDP的增长国家 另外一个是2.5的 有2.5的居然能够大言不惨的说 那5.2的那要崩了 就我刚刚我举的那个例 我那些房子烧掉了 也一年多以后再建 如果在中国的话 也就是一个月的事情 美国巴尔蒂摩那个桥 我们可以看吧 几年才修出来 中国的五年四年 一般现在估计是五年吧 最乐观的 中国造一个桥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 就这样的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速度 现在我们在说中国人卷 什么叫卷 就是拼命啊 1200万人上考场 那个叫躺平吗 就中国人的这种 追求所谓美好生活的能力 或者是这样 发财自负的这个欲望 比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强 而且他真不消费 他不是没有钱 他赚了钱 赚一块钱他存四毛钱 在中国的储蓄率 平均储蓄率 没有像美国那么吃饱了就不想动 没法比的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 这就为什么美国现在的政客们 就有点慌不择路了 真的就乱了分寸就讲那些话 你比如说张家敦说 It's time to bankrupt China 现在是把它弄破产的时候 余某春说呢 It's time to change China or destroy China 刘仲敬说的更绝 It's time to nuke China 有核武器把中国全灭了 就这些中国人或者是有中国背景的 美籍华人 走的比他们的美国同道还要远 其实中美之间真的是谁也灭不了谁 我反复讲过不止十次了 中美关系三句话概括就是 谁也灭不了谁 这是核时代决定的 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 第二条谁也离不开谁 这是由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决定的 第三条呢 是个坏的事 就是谁也不相信谁 这就是这一帮人造成的 就中国的一帮战狼和美国的一群疯狗造成 就作为美籍华人 我们在这些平台上呢 在美国应该多讲中国的好话 在中国应该多讲美国的好话 不应该去挑起那种仇恨 叫两个国家互相去 去regime change 去推翻对方 去颠覆对方 因为这样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说 中国是我们的良家的话 美国就是婆家 我们要在婆家生活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个良家去的 这两个国家 打起来了 我们算哪边呢 基本上就是日本那个状态 这挑起那些仇恨有什么意思呢 就算他中间有很多矛盾 我们该做的 这事情应该化解这些矛盾 而不应该去加剧它 中美关系好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 对吧 像我们这些人就是 得到双倍的呵护啊 这样好的一点 两难听点的就是里外通吃 关系不好的事 你哪边都不是人 中国认为你是汉奸 我美国认为你是特务 很近来 你怎么看 刚才 我来讲一个 关于中美中 你是什么人 哦 中美国人 美国人 我是很好的朋友 中国 这个共产党的领袖 说我是爱国华侨 好 我事与两边通吃的 对吧 我到哪边都是 双方都被 被这个呵护嘛 对吧 你看我在中国 我走到哪里 国家全部跟到哪里 然后专门说中央领导 专门讲 李老师是爱国华侨啊 所以我们要保护你 对吧 我到美国来了以后 我可以到国务院啊 到国会啊 那么多的好朋友 对吧 大家也愿意听听我的观点 对吧 所以呢 我想呢 但是重要的啊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或者是一个经济的一个观察者 我觉得重要的是 找着问题的实质的地方 实质的地方 然后呢 去发现的其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刚才呢 这个盛明先生呢 举的这个例子啊 说这个这个楼烧了 然后要要建起来 这个很慢 然后呢 如果呢 在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 是在中国 当然这个预置的楼多少层 然后呢 十几天 就把它建起来了 像这种事情啊 这个川普呢 也提过 川普那时候的 举的例子就是 La Guardia La Guardia的这个 这个 Airport 所以他一去就说 你看 我们比第三世界还差 所以呢 你看中国 如果这件事情 中国呢要做的话 那怎么怎么样 所以呢 我呢 我就记得我在 二零一几年 二零一几年 一六年左右 我回到中国去看的时候啊 曾经呢 那个时候呢 是在准备那个冬奥会 我曾经呢 应该一六一七年左右吧 我当时呢 我还专门做了那个 做了那个地铁 我去昌平 去昌平那边 我就在那沿途 看到 那个建设的场面啊 建设的场面 这个 真的是有点那个 那个 叫什么 打那个淮海战役似的 这个 到处都是 陈土狼烟啊 这个沿途 因为 那个地铁边上呢 就是在修那个 到张家口的那个 北京到张家口的那个铁路 然后人多的一塌糊涂 然后很多的建筑工人啊 就在这个 这个工地现场啊 在走来走去的 搬着 有的搬着钢筋 有的没有搬着钢筋啊 反正就是类似的事情 哎 确实呢你要说啊 他们干活 这个大量的投入 大量的这个人力 然后呢 这个建设的速度呢 非常之快 所以呢 在中国呢 现在原来是准备 在2008年计划的 叫四横四纵 后来呢 变成了这个八横八纵 这个铁路 所以呢 这个形式呢 确实越来越不一样 感觉啊 哎 但是呢 又挖了很多的这个 修高速公路啊 修这个港口啊 挖了很多的这个山洞啊 所以 人家一谈到中国 都说 中国是建设 狂魔 对吧 确实从建设的愿望 到建设的能力 哎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所以呢 这一点呢 我感触啊 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但是反观美国 反观美国 我们 华盛顿啊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而不是 刚来到华盛顿的时候 应该是2008年 那个时候呢 就在 已经呢 这个审计通过了 在正在公告 要修一条呢 就是银线 从这个 华盛顿内部的这个 地铁系统当中 修出一条银线 一直呢 要修到这个 达拉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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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irport 然后呢 在他的边上呢 实际上有一条高速公路 专门通这个等于 机场高速 他现在呢 如果要是有了 这条线以后呢 就会使得呢 从市区直接到这个 Airport呢 就会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 而且呢 是轨道 对吧 不受这个 各方面的影响 大家都感觉挺好 他修了多长时间 修了十年 修了十年 而且呢 中间呢 停停啊 摆摆啊 停停啊 摆摆啊 然后呢 这种这种事情 但是我就在这个事上 我就想过啊 原来在那个 在明镜那个时候 小平还在明镜的时候 我们做过一场节目 我当时就想啊 我经过反复的 比较反复的观察以后 后来我就发现啊 其实美国这种做法啊 未必是错的 未必是错的 这供大家参考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到这你看 这个银县的建设工地上的啊 你从那走 它那个建设工地就排在哪 我走高速吗 它那里头啊 大型各种各样的设备 有好多 没有人开 没有人开 哎 设备呢 一个一个排的整整机器 然后呢 到时候该施工的时候啊 来几个人啊 在那里 然后吊装设备 然后设 那个预制件呢 过来了以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设备呢 把这个设备操作起来 把预制件放到那个 他原来已经挖好的 这个基础之上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在那做 一点点做 我为什么说它有好处啊 当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过剩的时候 美国不存在 为什么 第一 产能没有过剩 他没有大量的建筑工人 说集中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要大兵团作战 因为什么 因为兵团作战不能够永远打下去 对吧 那个原来的四横四纵 最后变成了八横八纵 你现在再把它变成十六横十六纵吗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 它不会有 这个 由于这种产能过剩 引发的 钢铁 水泥 各种各样的生产物资的过剩 它的生产产品 它它引发的大量的污染 对吧 它呢就是一个 说有计划的 我就是一个有计划 有预先预按的 这样的一个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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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来的慢啊 未必就是差 而最后你去消化产能 当你要消化产能的时候 消化过剩的这些其他那种资源的 资源的这个 这个这个过分的这种开采的时候 你最后才发现啊 实际上啊 叫有计划的小步慢跑 实际上效果来的非常好 为什么我这时候开玩笑说 我说一天啊 就用两袋水泥 用一捆钢筋 然后两个工人在那干活 他们永远也不失业 我生产这点水泥和钢筋啊 一点污染都造成不了 这个世界早就把它消化掉了 所以这实际上 就是人类的 与世界与文明 与这个环境啊 最后融合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 而美国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建设项目啊 其实呢 都类似 当然有些地方啊 说不尽人意的 也有不少 我们这 那个station 就是类似 但是呢 从整体来说 我不认为呢 说这个方式呢 是解决 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中国相反啊 中国政府确实应该 反过头来看一看世界 看一看世界 人家在这些问题上啊 是不是原来就有计划 是不是人原来呢 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 如何跟环境 最后呢 相互品配 然后呢 相互融合 这样的话 可能啊 对中国 对世界 都是好 我再讲一个 我昨天碰到的事儿吧 就是 就生活在我们旁边的 你知道美国最大的一个 一个磨吧 最大的之一 就是离 纽约很近的的 新泽西北部的那个 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昨天去了那 那个 American Dream 是一个犹太家族 投资建设的 30万平方 非常大一个磨 是在我在美国看到的 最大的一个 他投资多少呢 69亿美金 他 还有30万平米 是现在在待建 那30万平米上面呢 有会议中心 有旅馆 还有呢 这个赌场 现在还没开始建 69亿 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呢 是国内的建筑商 他在重庆呢 也有差不多规模的 几十万平米的 他就想跟他们就是交流经验 就看他们是怎么怎么运作 怎么学的 我们就问了那个里面的一些 经理人员吧 他就给我们介绍一些事 后来我就问我们的中国的朋友 我说你们要造一个30万平米的这么一个磨 要花多少钱 他说跟美国的钱差不多 也就要花大概 六七十个亿 就美国造那个 American German花了 69个亿 但他那个60 60多个亿呢 是人民币 也就是说呢 造同样一个东西 我还问了他质量 就是用的那些 食材也好 材料也好 他说绝对不会比这个差 但实际上就差了多少呢 就差了7.2倍 就是这个汇率的倍数 所以说施工的日期 我刚已经讲过了 就不用说了 如果大家看过美国那个 托克秀演员那个 比尔玛厄 还有一个 他就讲了中国的建设速度 在各方面的 他当时主要举的就是北京那个三元桥的差践 32个小时 而在波士的那个隧道 是同样大的工程 也是要拆建改建 已经10年了 当然很清楚你可以说 这说明美国的美国的优雅 对吧美国的 但这无论如何是 总是有一点 就不对吧 美国快那是美国好 你中国太笨了对吧 美国慢 美国人家有美国的道理 就整个都是对的 其实美国曾经也有过很好的速度 当年建 帝国大厦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两天一程 他能做到那个速度 帝国大厦 纽约的中心交通非常拥挤 他那个时候装掉的那些 预纸材料运进来 就是以分来计算的 马上就起掉 然后 开走 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速度 不是因为他这个制度的成熟 是因为他已经老了 我们家门口曾经还有一个桥 一个桥就是个汉桥 就修了一年 差不多将近一年半 到我家来的中国朋友就说 如果这个桥叫中国来修的话 真的就是over night 就是这么一个速度 就这两个国家 在至少在基建速度上面 已经没有办法比了 如果中美没有今天这种对立的话 何必两个国家要 结长补短呢 让中国人来给美国修桥加入 把美国的基建 上次去三十年代 这东西全部换新一遍 那绝对是 四倍功半的事情 同时呢 美国如果 把一些高科技啊 芯片这些 跟中国作为交换 其实美国很 他也没有吃亏 就跟当年 十一件寸衫换一下飞机 那现在实际上 你可以把美国基建 全部换新 这两个国家 谁都不会去 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相信也没有意愿 正常的美国人 不会想去在中国regime 欠去 在中国殖民 把中国灭掉 正常美国人 不会有这个想法 文革以后的中国人 也没有这个想法 要把红球插遍整个世界 要在美国搞共产主义 那一套东西 中国自己都不信 他怎么会在美国来搞 这个 这个 韦东我想 这个我们不要讲 拜登的所谓的中国经济 快崩溃了 这种想法 不过 现在大陆的这个内循环 包括这个房市股市 这个消费 年轻人 还有外在环境的变化 跟地人政治 跟不确定性的增加 确实也存在 所以你怎么看中国未来经济 这个我 好几次我都说了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经济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呢 是说这个房地产就转型嘛 这个欠了房地产欠了这么多债 好多银行这个这个陷于某种这个拖累啊 甚至要崩崩 然后不停的在救市 这个这个带来的问题太深重了 这个房地产主导呢 带来了 经济上现在歧苦难下 这个这个至少至少这个这个这个 4万多亿的资金 我就盛平知道那个具体数 就反正是多了这个这个百分之一 多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这个这个 住宅的这个这个 就4亿人造了6亿套房 对就百分之五十嘛 4亿人造了6亿套房 多了百分之五十的这种东西要需要消化 这过程当中呢 又造成了官员的大量的腐败 农民的拆迁补偿等等这类问题 这是前期的那个那个扩张经济啊 这个这个土地财政依赖带来问题 你说要把这些东西要把它消化掉 没有个三五年是过不去的 那现在每天都 三五年可以吗 三五年可以吗 三五年我都都说短了 就是每天都处在这样一个煎熬当中 这是中国经济不好的那个面 每天都在体现的 就是这个这个网的问题 要把它消化掉 消化要转型 现在处在艰难转型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 是不能不考虑的 这个这个全球化导致的这个这个 跟美国之间这样的激烈竞争 说有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中国 然后是老大联合全球的力量 在打压 他经济还能保持百分之五的增长 我觉得这是奇迹 说中国这经济从百分之八掉下来 掉到掉到百分之五啊 这个掉到百分之五当中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房地产这个过剩等等 恒奇也提到这个过剩的问题 需要长时间的消化 大量的烂账和这个烂尾房 天天都要处理 跟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个工人农民 这个这个建筑商资本家 都陷在这个困境当中 所以这个这个在三五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 才能把它消化掉 第二个问题 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一个世界上 这个这个这个这样一个国家 然后呢世界老大联合全世界的力量 在打压他 这个对他的GDP 对他的整个经济能没有影响吗 咱我说这个道理 不是说对不对 我们要从经济学的角度上 分析问题的话 你这个因素不能忽略掉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这个艰难转身 已经算不上华丽转身了 弄出一大堆新东西 这些新东西呢 到目前为止 安盛平刚才的说法 也只占了四成 就六成 还是那些传统的东西 那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他他他这个这个保持着 百分之五左右的这种增长 这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长 是概念的 除了印度以外中国掉 印度从7.2 6.8 今年大概是预估是 大概百分6.8左右吧 这个是世界第一快速增长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印度潜力很大 劳动力也很年轻 但是人均呢 现在只有三千美元 中国到了1万6 这样一个情况下 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 到了他的去年这个 按人民币计算是126万亿 就是这个这个接近 17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 这样一个状态下 通常情况下 都会有所谓中产陷阱 庞大的经济基数 然后经济增长率 就不可能那么快的一些客观因素 那他仍然能够保持5%左右的增长 应该算是这个这个 这类国家当中呢 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我们不提欧盟去年的这个这个 这个接近衰退 德国的实际衰退 美国的2.5%左右的增长 和这样一个高通胀率 以及35万亿的这种国债 嗯 不提不去比较这个事 就中国经济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太好也不太坏 呃呃不太好就是刚才我说 巨大的包袱需要多年来消化 不太坏是仍然在一定程度的增长 这个这个势头呢 大概会维持个五年六年 都都会一直这样子 慢慢的把那些历史包袱 消化掉之后呢 他还能不能迎来更加快速增长呢 我也认为不会 因为这个技术太庞大 这个每年的需要的就业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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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方面的压力 都非常庞大 所以中国经济能一直保持5%增长 呃长期持续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存在 至于说崩盘可能性不大 嗯 拜登就让他去讲吧 哈哈 ok 好 谢谢黄金 谢谢这个伟东 谢谢盛平 我们保论了这个中国经济 西匹的财富 还有中美的关系 还有中共公财 还有这个到底这个黄文君的 一个AI旋风啊 好 谢谢三位嘉宾 也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对我们支持 我是黄大平 再次谢谢黄胜平 李伟东跟李文青 我们这期的中国音乐院 到时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